我哥哥有叫白岩海 白岩松 白岩松 然后 等一下 白岩松是你哥哥 我的天哪 就是同样的名字 不是内伟 不是内伟老师 白敬廷出生时按照族谱 他应该叫做白岩龙 但白敬廷的父亲是个文艺大叔 坚持取《相看两不厌》 唯有敬廷山中的敬廷为儿子取名 白敬廷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 虽然挣钱辛苦 却舍得让白敬廷上一节课一千块的钢琴课 海东拼稀疏花了一万块 买了对他们来说是天价的钢琴 后来 白敬廷考到了钢琴师级 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录音系 但白敬廷学的是音乐 他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演员 大一的时候 白敬廷开始搜索影视公司投简历 他参加过选秀 当过韩国练习生 JVP SM 什么这些公司我基本都去选过 然后一个特别好的姐姐 就是他在刷朋友圈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聪聪那年的剧组在招演员 就推荐白敬廷去试镜 结果这次试镜就扭转了白敬廷的人生 2014年 21岁的白敬廷成为了聪聪那年里的乔然 他浑身洋溢的少年感 对应了绝大多数人心中初恋男生的美好形象 而乔然隐藏爱意 默默守护方回十几年的行为 让无数女观众揪心地擦眼泪 匆匆那年结局后 白敬廷将乔然和方回拥抱的照片 设置为了微博置顶 一放就是七年 至今仍未更换 或许他是在用这种方式 弥补自己第一个角色的遗憾 2015年 22岁的白敬廷参加了真人秀 跟着贝尔去冒险 上节目之前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文弱书生 但在节目中 白敬廷爬尼坑越高峰 还完成了喝尿这个挑战心理极限的任务 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 把这个旅程完整完成吧 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 就不管这个有多恐怖或者多难喝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经历吧 我很保护在我21岁最后 能够干这么一件 不要闻 别闻 别闻 闭气 闭气一口气喝了 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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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敬廷喝尿的时候 大张伟直接吓傻 吴倩恶心地转过了头 但白敬廷品尝过后 云淡风轻地说 有点咸味 但尽管真人秀上表现出色 白敬廷也总是缺一个大爆的机会 他能演郭敬明的热门小说《夏之未至》 能和四海八荒的孤夫张又廷演一支场励志剧《平凡的荣耀》 白敬廷第一次出演古装剧就是由妮妮成坤的大制作《天圣唱歌》 细数下来白敬廷的作品多质量好 却没有一部算得上大爆 相反 他在《明星大侦探》等综艺里的表现更为出圈 白敬廷逻辑缜密 调理清晰 会平嘴能开车 随口一句话就是一个火遍全网的梗 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哈哈哈 但白敬廷并不希望别人叫他综艺咖 和扎根于综艺捞钱的魏大勋相比 白敬廷一直在努力磨练演技 在2022年的开年大戏开端中 白敬廷松弛真实的表演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颜知高演技好 未来的白敬廷更是无可限量